好了,請回一集老田放毒 見到外國人去攝影機 不煮飯都要煮咖啡 今集跟大家講咖啡機 不知有幾人覺得露營飲咖啡很重要呢? 其實我是一個不喝咖啡的人 不過最近有人送了一部機器給我 那就拿來試試吧 真是玩笑的,電量很大 應該是3粒1650 所以很重 它可以煮水 很厲害 用膠的脂肪 先拿出來 露營因物 露營因物 如果拿你不死就有因物 有些閒人沒有東西拿 哈哈哈哈 我這次就是閒人 因為什麼都記帽 用那些 這隻叫 雀巢 那隻Capsule 我打了兩個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第一次用 其實在家裡用過 就按一個按鈕 如果放在熱水裡 就按五秒 如果放在冷水裡 就按兩秒 只有一個按鈕 好了 那 拿些溪水來 哈哈 煲 哇,溪水咖啡 當然是過濾了 喝過都可以 沙泥還好 好叫 這裡有濾水 所以很乾淨 哈哈 第一步是什麼 就是進了Capsule 好了 隨便入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看看是否幸運 一刺下去已經聞到香味 其實我懷疑Capsule 跟那個什麼一樣 跟那些叫做 職用咖啡 跟精膜一樣 對 職用咖啡 哈哈 如果職用就真的很少 好了 倒水 有一個 indicator 位置 有幾悶的 聽說五分鐘 好像在家裡做個 試驗都是五分鐘 去露營 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裡沒有一個平的地 哈哈 好了 入完水 按按鍵煮 按鍵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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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煮了 按鍵煮 好 拍攝一下機器 哇 幾連罐 煮水 熱水 可以煮20倍 冷水 不知道 有摩托加壓 會打泡 用完就變成這樣 說明不是廣告來的 但是呢 又有少許廣告味 因為朋友說 如果有興趣 可以聯絡他買 有折頭 哈哈 嘩 咖啡了 聞聞都香味 很少 隔著螢幕 就不可以 很少 哈哈 超少 150mm 超少 好 享受 好了 所以這條影片都說完了 這部機器有些鑄鐵鍋的朋友 很重 但就拍攝 哈哈 哈哈 我覺得Capsule 是磨咖啡豆的七成 不用磨 挺好玩的 我不喝咖啡都玩 好了 今集放了這麼多毒 適合看就訂閱 山上叫打招呼 有問題就留言交流 今集就這麼多 拜拜